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资料处理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资料处理课 我是黄嘉莉老师 在本讲师当中将会各位介绍一个新的单元 叫做云端表单 所谓的云端表单就是网路问卷调查表 首先为大家介绍本课程的大纲 本课程应许为大家介绍 介绍Google云端表单 Google云端表单环境介绍 以及如何设计问卷题目 本课程目标依序如下 分别为大家说明Google云端表单及其相关设定 介绍如何与Google云端表单建立网路问卷调查表 以及了解Google云端表单的基本编辑功能 最后为大家介绍如何设计问卷题目 首先为大家说明Google云端表单 Google云端云端云端的好处不只提供了文件 试算表 简报等功能 此外也提供网路运用与服务 其中Google云端硬碟提供简单好用的网路问卷调查表 称为Google云端表单 英文为Google Forms Google表单以简单的步骤协助使用者规划问卷 送出问卷 收集资讯等 并且与Google云端试算表连结 当收到问卷调查表之后 只要将表单的网址寄给受访者 而受访者填好之后 系统就会将回应的结果 自动传送到试算表当中 并且马上就可以在网路上查询到填表的数目 回应的内容以及统计的资料 完全不用我们自己统计以及绘图 而除了以试算表的方式提供完整的统计资讯之外 而为了统计结果 Google云端表单并且提供统计摘要的功能 分别以长条图 圆形图等不同的图表 图文并茂地显示调查结果 以及回应摘要的结果 例如本图所示 在本图当中显示回应摘要 我们可以看到 在图的左半边 分别以长条图跟圆形图 显示回应的结果 而在图的右手边 则是以统计的方式 显示不同的回应 文件调查数目 所有的资料都会传送到 Google云端试算表当中 所以不用使用者自己统计 Google云端硬碟就帮你统计了 所以相当相当方便 而Google云端表单提供了以下的功能 依序分别为 支援多个问卷题目 并且提供多样化的表单物件 表单物件包括了单行文字 多行文字 单选按钮 核取方块 下拉式选单 以数字表示程度 隔状检视 区段标题 以及分页符号等不同功能 相当相当丰富 此外 并且提供问卷网页 受访者不需要登录 则可直接填写问卷 而受访者填完问卷之后 表单的设计者 则可及时收到调查统计 并且以试算表记录统计资讯 而试算表并且提供 图文并茂的统计摘要功能 我们同样如同云端文件 试算表简报一样 我们可以将云端表单 砍入于网页当中 并且将问卷砍入于网页 或者部落格当中 此外并且提供丰富的布景主题 让问卷更为吸引人 接着为大家说明 Google云端表单的环境介绍 于使用Google云端表单 首先同样的需登录到Google云端硬碟 而于建立Google云端表单 可点选位于Google云端硬碟 导览面板左上方的建立按钮 并选择表单选项 则将开启一个空白的Google云端表单 并会在Google云端硬碟的浏览清单中 新增一笔表单项目 并别显示资料夹文件简报 试算表表单 绘图以及指令码等不同功能 预新增表单 直接点选建立表单按钮 则可建立云端试算表 而所建立的云端试算表 呈这个画面 当建立Google云端表单的时候 系统首先会显示 选择标题与主题对外框 例如下图所示 我们借此可设定表单标题 与选择表单的背景主题 在选择标题与背景主题对外框当中 我们可以依序设定标题以及背景主题 当设定标题以及背景主题之后 点选确定则完成相关的设定 接着为大家示范如何 建立云端表单的标题以及主题 请各位点选建立按钮 建立表单 当一个表单新增之后 首先显示的是 选择标题与主题对外框 与文件试算表简报不同 首先必须选举背景主题 在标题选单当中 首先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表单标题 接着我们可以点选不同的背景主题 例如点选经典格文 接着按确定 则完成新表单的设定 并且进入表单编辑画面 以上就是如何设定标题 以及设定背景主题 而进入云端表单环境之后 当完成云端标题以及选择背景主题之后 则进入云端表单的工作环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各位同志们 各位同志们大家好 在商议的当中 我们为大家示范如何建立 云端表单以及设定背景主题 接着为大家说明 云端表单的环境 在完成表单标题 以及选择表单背景主题的设定之后 则进入云端表单的工作环境 而云端表单的工作环境 分别包括了表单标题 选择表单 工具列 问卷标题与说明栏位 问卷题目编辑区域 表单功能按钮等不同功能 如本图所示 在本图当中分别依序 选择表单标题 选择工具列表单标题 以及问卷题目等 首先说明表单标题 表单标题title 位于云端表单工作环境的左上角 为Google云端表单的标题 以及档案名称 一个新的表单 其预设的标题为无标题表单 条文要修改表单标题很简单 只要点选表单标题 系统将显示 重新命名文件对话框 接着只要输入新的表单名称 并按确定按钮 只要完成表单标题的设定 此外 Google云端硬碟的浏览清单当中 该笔表单的档案名称也会随之修改 接着为大家示范如何修改表单标题 同样的请各位同学切换至云端表单 一个新建立的表单 其预设的表单名称为无标题表单 预修改此标题 我们只要点选这个标题 则显示重新命名文件对话框 接着只要输入新的表单名称 则完成命名 例如修改为new表单 接着按确定 则会将原本的云端表单名称修改 此外 在画面中 表单的标题也会随之修改 以上就为大家示范如何重新命名表单标题 接着为大家说明选单 选单分为档案编辑 检视 插入 回复 说明等功能表 提供完整的表单编辑功能 我们依序同样的为大家说明 请各位同学切换至云端简报 云端表单当中 在云端表单的上方 我们可以看到有选单 选单集中了不同的功能 分别为档案 编辑 检视 插入 回复 工具 以及说明不同的功能 点选档案 这个看到 档案分别有新增协作者 传送表单 新增 开启 重新命名 建立副本 移动 资料夹 下载格式 砍入 传送电子邮件给协作者 以及列印等相关功能 其中下载格式 砍入 传送电子邮件给协作者 以及列印都是相当重要的功能 接着为编辑选单 分别为复原 取消复原 以及网络简贴簿 简式选单 则提供了即时表单 背景主题修改 简易控制界面 以及全萤幕的功能 插入选单 则提供了表单的 基本物件插入功能 而基本物件分别包括了 单行文字 多行文字 单选按钮 核取方块 下拉式选单 而进阶部分则为 以数字表示程度 格状检视 日期 时间 去端标题 分页符号 图片 影片等相关的物件 所以功能相当相当齐全 接着为回复选单 分别为接受回复 回应摘要 选择回应目的地 取得预先填入的网址 以及删除所有回应 工具则为 指令码管理员 指令码编辑器 而最后的选单则为 说明 分别为表单说明 使用者论坛 Google Plus 社群 回报问题 新功能 以及键盘快速键等 相关功能 以上都是选单的基本功能 接着为大家说明工具列 工具列 Tool Bar 为选单的下方 工具列列列函快速键 而由左之右 依序为复原 取消复原 主题 选择回应目的地 查看即时表单等不同的功能 接着为问卷标题 与说明栏位 问卷标题为Google云端表单的主旨 借此说明问卷的主要目的 而说明栏位则进一步的描述此 问卷的详细说明 此两个栏位可直接点选并修改 例如我们可以输入电脑使用状况调查表 以及此问卷为调查电脑作业系统 与相关软体的使用状况 两个已作为问卷标题 与说明栏位的内容 接着为大家说明 何谓文件标题 以及说明栏位 在云端表单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云端表单中间 有所谓的题目 就是代表所谓的云端 问卷题目 而说明文字则为 而说明文字则为 进一步说明 这个问卷的相关类型是什么 我们可以借此直接点选修改 修改题目 以及说明文字 接着为大家说明 问卷题目的编辑区域 问卷题目的编辑区域 为表单最主要最主要的工作区域 Google 云端表单 支援多个问卷题目的设定 而最重要 它提供了多样化的表单物件 而表单物件分别包括了 单行文字 多行文字 单选按钮 核取方块 下拉式选单 以数字表示程度 格状检视 区段标题 分页符号等等 同样的为大家说明 问卷题目编辑区域 在主题的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设定多个不同的问卷题目 例如第一个问题 为单行文字 我们可以点选右侧的编辑内容 在作答方式当中 点选下拉式选单 则可以看到不同的物件 分别为单行文字 多行文字 单选按钮 核取方块 下拉式选单 以数字表示程度 格状检视 日期时间等等不同的类型 以单行文字为例 点选单行文字 并按完成之后 可以看到 它的形式是以单行的格状方式 让使用者输入内容 另外我们可以修改 变成选项按钮 所谓选项按钮 就是以圆圈状的方式来检视 接着我们可以点选 右侧的编辑按钮 进入编辑模式 这个就是单选按钮的编辑模式 同样的 我们点选作答方式的按钮 点选单选按钮 则会产生不同的单选按钮 在选择完毕之后 点选完成 则可产生单选按钮的问卷题目 以下为不同的问卷类型 例如这个是以数字代表程度 这个是以核取方块代表问卷题目 这个是下拉式选单 这个则是格状方式选择程度等等不同类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云端表单提供了相当多元化的问卷题目类型 接着为大家介绍最后一个功能 表单功能按钮 表单功能按钮位于云端表单工作环境的右上角 分别包括了即时通讯以及传送表单按钮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如何设计问卷题目 一份新的Google云端表单 首先需设定问卷标题以及说明栏位 在上一些档次当中 我们已经为大家说明如何设定 问卷标题以及说明栏位 其中问卷标题以及说明栏位 分别来说明问卷的主要目的 以及描述问卷的详细说明 例如我们可以分别输入电脑使用状况调查表 以及使问卷为调查电脑作业系统 与相关软体的问卷使用状况 以作为问卷标题以及说明栏位的内容 当设定完问卷标题以及说明栏位之后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设定问卷题目 Google云端表单相当的弹性 支援多个问卷题目的设定 并且提供相当相当多样化的表单物件 在上一节当中也为各位介绍 而表单物件分别包括了单行文字 多行文字 单选按钮 核取方块 下拉式选单 以数字表示程度 格状检视等等相当相当相当的丰富 此外并有区段标题以及分页符号等配置物件 接着依序为大家介绍各个物件的相关设定 首先为大家说明单行文字 单行文字英文为Test 又称为文字栏位TestBox 是用来建立可以输入单行文字的编辑栏位 是问卷调查表最基本的文字栏位功能 而于设定单行文字的问卷题目 首先我们可以点选问卷题目的编辑区域 接着依序输入题目 说明文字 以此作为问卷题目的标题以及说明 例如我们可以说明输入姓名以及请输入姓名等内容 以作为题目跟说明文字 接着在作答方式当中 请点选单行文字这个选项 而在点选完成按钮之前 我们可以在右手边可以看到 有一个选项叫做将这个问题设为B田 当勾选这个选项之后 这个问题就变成B选题 并且在题目的上方会出现一个星星 当使用者遗漏了这个问卷没有回答 那系统就会显示一个错误讯息 说明这个问题并未回答 以显示为B田效果 同样的现在为大家示范如何设定单行文字 请同学切换到云端表单 首先建立云端表单之后 我们可以先设定云端题目以及说明文字 接着新建立一个文字问卷题目 我们可以点选右侧的编辑按钮 进入编辑模式 问卷的题目 依序显示题目说明文字 我们可以输入姓名 请输入姓名 分别代表题目以及说明文字 以作为此题目的 题目以及说明文字 接着会产生单行文字 在作答方式的选项当中 请以夏拉斯选单 点选单行文字 系统将在下方 显示一个单行文字的栏位 而接着在完成的右侧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选项 叫做将这个问题设为B田 当勾选之后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B选题 也就是你必须要回答 才能够完成问卷 当所有设定完成之后 点选完成 则完成 这个题目的设定 由于我们设定了B田 这个选项 你可以看到在姓名的右侧 会有一个红心 这代表这个问题 代表为B田 同样的我们可以点选 查看即时表单按钮 当点选查看即时表单按钮之后 就可以解释这个题目是否设定正常 以上就是为大家示范如何设定文字栏位 接着为大家说明多行文字 接着为大家说明多行文字 多行文字 英文为Peregrat Test 又称为文字区域 Test Area 是网际网路网页当中最常使用的元件之一 是用来建立可输入多行文字的编辑栏位 当输入文字超过编辑区域的范围的时候 将显示卷轴以方便卷动文字区域类的内容 同样的欲设定多行文字的问卷题目 首先点选问卷题目的编辑区域 接着依序输入题目跟说明文字 以作为此问卷题目的标题 例如分别输入意见 与请输入进一步的意见等内容 同样的接着为大家示范如何设定多行文字 请各位切换到云端表单 以多行文字为例 同样的首先先设定标题以及说明文字 例如输入意见 以及请输入进一步的意见 以作为标题的题目跟说明文字 接着由于要设定为多行文字 请在作答方式中选取多行文字选项 接着系统将在下方显示一个 比单行文字要为宽要为长的 多行文字区域 同样的我们可以设定将这个问题设定为必填 或者非必填 而当所有问题设定完毕之后 只要点选完成 则完成了多行文字的相关设定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点选工具列的 查看及时表单 以查看及时表单的设定是否设定正常 以上就是多行文字的示范 接着为大家说明单选按钮 单选按钮英文为Modible Choice 又称为选项按钮 是用来建立支援单选的圆圈状按钮 这个形状相当特殊 通常此类问题会有多个选项 因此需建立多个单选按钮成为一个问题群组 但群组中只有一个选项按钮能够被选择 所以称为单选按钮 当选取单选按钮的时候 此按钮会呈现实心的圆圈状按钮 代表已被选取 若单选按钮未被选取 则此按钮会呈现空心状的圆圈状按钮 代表未被选取 如左图所示 而预设定单选按钮的问卷题目 同样的首先点选问卷题目编辑区域 接着依序输入题目跟说明文字 例如我们可以输入 目前使用作业系统维和 以及作业系统调查等内容 接着点选作答方式栏位 将显示作答方式选单 我们请我们同学点选单选按钮 选项 而系统将在作答方式的栏位底下 显示两个预设 只有两个单选按钮 而预设的标题内容 分别为选项1 以及按下这里新增选项 接着可依序输入标题内容 作为单选按钮的标题 而同样的预删除某一单选按钮 我们只要点选按钮右侧的插号 则可删除单选按钮 接着同样的为大家示范 如何新增单选按钮的问卷题目 同样的请各位同学 切换到云端表单 在云端表单当中 点选编辑按钮 接着点选格状检视 产生单选按钮 则可产生不同的单选按钮 当设定完毕之后 只要点选完成 则完成本题目的相关设定 以上为本节课程的 所有重点提示 谢谢各位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